放在云端上面 然后呢 我们教学论坛点击进去之后就这一个了 然后呢 我会把这个论坛里面 就是放每一次上课的连接 那我们也九次上课 所以理论上第二 今天第三嘛 然后呢 每一次上课 大概就是有一个重点提要 那这个部分的话 请切记 如果你回去 假设你对于这些东西还不太熟悉的话 那你就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回去 或者是说你可以看影片嘛 反正影片现在 我觉得看影片应该好像已经变成 现在等于可以家里应该可以有电 可以 没有电视没关系的 而且现在电视已经没有办法 就是基本上不太拿它来看所谓的电视的 反而一般主要都拿它来看网路啦 甚至YouTube 或者甚至现在应该很多人家里 一定有什么Netflix 或者是什么爱奇艺吧 还是什么 Light TV 各式各样的 而且价钱不贵啊 有的好像才一百多块吧 所以之前三百九吧 不过很多从管道好像可以让它变便宜 但是那个管道好像越来越严格 以前好像可以在那个 我之前本来都是付费会员是付那个三百九的 贵贵一起去 但是后来我在虾皮看到 为什么可以八十块就可以一个月 一年都花了好像才多少钱 反正平均下来七十几块吧 那我就想说试试看嘛 反正不贵嘛 试试看 OK 那我干嘛付那么贵的钱 但是好像最近就不一样 最近好像抓的还蛮严 因为它现在Netflix就是说你一定要是在同一户里面 也就是你们是在同一个IP位置里面 不然的话它好像会一直要你授权 OK 我不知道现在改变了没有啦 所以我最近就想说换个方式 那YouTube也是一样 所以如果假设你回去要看的话 其实你家电视 如果是那个智慧型电视的话 你只要登录你的账号密码 那应该可以看到这影片 然后上个礼拜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是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至少你要会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CHARGB帮你生成 这就是文字与知道类的函数 那当然传统的方式就是你必须要所有的函数 自己都要把它记下来 然后也要知道说怎么用 但是我觉得有AI之后 有CHARGB之后 其实可以慢慢不需要记那么多 但是如果你会记起来是更好 可是如果你记不了那么多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它会直接告诉你 你用哪一个函数会更好 甚至他如果没有找到适合的函数 他也会跟你建议说 你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 那一般我是建议各位 就是说将来 这有些简单的事情可以用函数 但是复杂的事情 可能还是要自己写一下VBA 但是VBA毕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以前的话我们教VBA 即便教一学期教完 很多同学还是写不出来 哪怕写出来了 还是一直有错误 有bug OK 那有AI之后的话有什么 第一个他会自己帮你写 如果写错的话没关系 你请他修正 所以将来他写出来 哪怕是错没关系 错在哪里你告诉他一下 在下方继续跟他讲 比如说我插什么东西 你就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补充什么什么东西 他就会帮他修正 大概理论上修正一个几次 应该都会正确 另外的话 如果程式执行过程当中 程式发生错误 没关系 你可以把你的错误的程式 直接贴给他 跟他讲说 请你帮我修正 他也会帮你修正 或者是说 他会跳错误讯息 你也可以直接把错误讯息给他 他也真的帮你 马上修正到正确 对我来说 那简直就是一个福音 为什么 因为以前在程式传写的过程当中 最难的 第一个就是把程式写出来 OK 那你说写出来就简单了吗 没有 第二 还要再执行一下 执行当中会出错 那错的话 错哪里 那简直就第二个噩梦 不敢 光他找都找了半天 还找不出来 可是这些问题 因为有AI 有Challby之后 那这两件事情 其实就感觉 变简单了 所以你说 这个Challby改变了什么 我觉得真的改变太大 以前学程式的最大的两个噩梦 其实基本上都可以透过他帮忙解决了 所以剩下来的话 就是你们要慢慢熟悉如何跟他对话 而且每一个字都很重要 哪怕你潜持用具 里面他一个字 结果就是不一样 但是不一样没有关系 我跟各位讲 错了你就叫他一直改 反正改到最维持 他不会有脾气 他不会不耐烦 所以你们要尽量问他 甚至有同学真的蛮厉害 他其实完全看不懂程式 但他最后把他的问题解决了 就是他每天不断地一直丢给他 错了一直在丢给他 他反正就一直跑到对为止 那我又问他说 你到底知道你错哪里 他说不知道 反正对就好了 后来想一想 也对了 反正你问题解决最重要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也可以知道错在哪 那当然更好 不过我是觉得过度期 就是你刚开始 可以不用那么有压力 不然的话 如果每一个人都一定要 马上每个地方 什么都知道的话 你学的应该会压力很大 比如每次都 像以前考试好了 这样你要全部把它背起来 当然你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上个礼拜的话 就是写了一个方选 特别主要 这个VBA的方选程式 那我上个礼拜有特别强调 其实在VBA 所谓的VBA 它其实 它的形态有两种 主要两种 一种叫做方选 那这个方选的话 实际上就是函数 也就是所谓的制定函数 那另外有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我不是要方选 我今天是希望它能够 来帮我类似 不需要什么插入函数 然后你再找到那个函数 然后再做那些动作 而是直接简单一点 直接就在旁边 增加两个按钮好了 加按钮 按下去 自动把事情做完 什么都不要问我 反正你就自己把问题解决 就OK了 那种的话 关键字特别注意就不是Function 叫做Sub 所以你的叙述方式 VBA的Sub程式 所以把Function这个关键字 改成叫做Sub Sub就是SUB Sub 是不是 Sub Sub的话实际上如果中文意思 就是所谓的子程式 一般翻译叫子程式 或者叫副程式也有 意思就是说在一个很大的城市里面的一个部分的城市 OK 这个有点抽象 怎么做我们直接来做 反正大概理论是这样 所以以后不用记太多 以后如果人家问你说 请问一下VBA的形态有哪两种 其实不只两种 主要有哪两种 主要 第一种的话 就是Function 第二种就是Sub OK 应该这个你不用记太多 这个主要要记 OK 那第二个如果问你说 那Function跟Sub有什么差别呢 那当然 上个礼拜也错过Function 我们来弄一下 上个礼拜的东西 如果你把它打开 它上面会启用内容 那启用内容记得一定要按下去 如果你没有启用内容的话 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那个程式不会被执行 OK 那因为这个城市有危险性 所以它会警告你一下 它说里面 有没有什么不应该有的东西 那 它会有这个安全性 主要是最早有发生过很多聚集病毒的问题 也就是有人把VBA写成病毒 然后让人家打开 然后以前没有这个启用内容 那你一打开马上中毒 然后马上感染你的所有的电脑的任何的东西了 所以它现在就把它挡一下 先挡一下 你先确定一下 这里面这程式是不是你写的 应该是啦 这个应该没有 我们写的没错 你就把它按下去 但是未来如果你看到那个 奇怪为什么这个程式 你没有做任何程式 但是它却跳这个的时候 那你千万不要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那有可能就是 会有问题的 好 那所以安全性应该没问题 把它启用一下 如果你没启用 阿根哥一讲 没有办法执行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如果我刚刚有按启用 这个手机函数才可以drop 但是如果你没有执 那这边就变成错误了 OK 所以我们上一拜做了什么 其实基本上就是写了一个 这个我先delete掉 然后插入函数 在这边选择那个使用者定义 就有一个手机函数 就这个东西了 所以那个function 特别注意哦 它的执行方式一定是从这边执行 1 这个是2嘛 这边是3 所以这个步骤呢 记得 其实总共就是三个步骤之后 再给它参数 应该四个步骤 可是你说这个实在很麻烦 它1234 四个步骤 将来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按钮 按下它 直接全部执行完 那如果我要还要第二个按钮的话 就按下去 自动把资料清空 OK 那这样不是更方便吗 所以哦 Function跟Sub哪一个比较受欢迎 对哦 OK 大家应该 所以后来 其实我刚才也教两个都有教 但我发现后来同学好像不太喜欢写Function 我说这个Function好麻烦 你刚才都教Sub就好了 所以后面的话 我基本上主要还是教Sub 那Function如果你想要做的话 你也可以试做看看 最好两个都可以 还有就是看你自己的使用的情况 每个人工作上会用到习惯的方法不同 那这个就因人而异 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 去产生你需要的VBA程式 没有一定要怎么样 说真的 我强烈跟各位讲 就是不要一直给自己框框 不要一直说老师有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又不是考试 没有关系每个人做法不同 但是结果一样 其实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们老板 老板会管你说你这个周围怎么做的吗 而你是用Sub还Function 有没有 应该没有这种老板吧 如果有这种老板 那真的蛮恐怖的 连老板都知道 你是用GP写的吗 可以吃 应该也不 如果有这种老板反而是好事 至少老板脑袋有更新 如果老板没有脑袋没更新的话 他也可能不知道 因为他AI这么厉害 现在大家都想知道AI能干嘛 但是说真的真的有认真去了解的有多少人 对你看你身边有多少人真的 你们反而是比较认真的 你们真的来学习了 有没有 而且其实我发现 目前这个AI能够用在什么地方最厉害 我觉得这个地方已经让我觉得已经相当厉害了 那是不是其他地方都很厉害 我发现没有 OK 因为其他地方目前好像做得比较好的 我觉得像翻译其实翻译得很好 就是比如说中文翻译成英文 英文翻译成中文 这种翻译的工作好像还蛮OK的 但是其他有些地方 我觉得就收手 还是有进步空间 但是程式这部分 我觉得应该是让我觉得最惊艳的 就觉得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用起来好像就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感觉 哪怕现在又出了 那个Chargept现在又出最新版本 之前才3.5 然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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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的话就 All me All me 然后现在又什么 又出了一个版本 它不是叫Chargept 理论上应该是Chargept5.0之类的 可是它现在名称又跳了 它叫什么OpenAIO1 OK 然后号称说又比之前的效率又提高五倍 OK 不过这么多 其实我觉得再快 这个东西差不多就这样就够了 像我之前用3.5 跟用4.0 我觉得差异并没有那么大 OK 为什么因为这些已经够用了 它改变的比较大的应该是 在深层图片的地方 有没有图啊 比如说你今天想要 像以前美工嘛 你要跟美工讲说我要产生什么 一张的封面图 OK 你用讲 他现在讲完之后他帮你产生 然后你再看是不是你要的 如果不要的话就跟他讲说修正 但是这件事情的话有AI 你就直接跟AI讲 跟Chargept讲 我需要产生一张背景是什么风景照 然后前景是什么一个什么人 然后旁边牵着一只狗 然后撑着野羊伞之类的 好请帮我生成 他就这种帮你产生了 而且有时候会产生好几张让你挑 如果你觉得还不够 我觉得哪里不够 你再接着跟他讲 他图就帮你产生了 就这样子就把图给产生了 所以美工的工作 我想应该慢慢会不需要 甚至像什么去背跟简单 以前去背你要自己描 不用了 换一空去背了 然后你要换一件衣服 以前还要再合成 不用了 换一换 请帮我换另外一件什么衣服 OK 而且几乎看不到什么扩展 更不要说未来的影片 影片也是一样 请帮我产生一个什么什么人 在什么什么地方 做什么什么事的一个影片 自己帮我产生了 不满意的话没关系 你就自己把它改一改就好了 好吧 反正这些已经是未来很很 应该是已经很成熟的东西了 那上个礼拜的部分是这个 有没有 插入使用者定义函数按确定 然后再选什么 三个嘛 一个 两个 三个 一个螺柜一个坑嘛 然后最后把它向下填满 这样OK了 这些可以把它删掉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改一下 我希望把它改成SARB程式 然后呢增加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把公式的结果输出 一个是按下它直接就清除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当然首先的话 一样需要把开发人员里面交 因为开发人员好像每次都会还原 所以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 箭头其他命令制定功能区 这个应该要打勾 OK 那第二个的话 开发人员这边也有个Basic 我们程式呢 基本上就写在这里了 所以以后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放在这个module里面 还记得吧 如果你不小心把它关掉的话 也没关系 你就点两下module 程式就打开了 或者是好像比较常同学 常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老师 我画面什么东西都不见了 为什么不见呢 因为有同学看到XX 就想要点它一下 就这样子 那就完蛋了 怎么办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把它关掉重开会不会好一点 还是没有 那怎么办 跟各位讲 检视 那个东西叫专案总管 所以你要记得 如果画面上面的东西 你要看到的话 就是在检视里面找 里面的话 那个东西 这一块呢 叫做专案总管 下面这一块呢 叫做属性视窗 所以很简单嘛 如果你要找把它叫出来的话 你只需要检视里面的专案总管 它就出现了 再来如果你要打开程式的话 因为呢 我前面讲过 你的Function也好 或者是Sub也好 一律呢 请你把它写在module里面 OK 所以特别注意 所以你要写程式之前 一定要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是必要的动作 如果你要把它打开 点两下就打开了 大概是这样 姿态小呢 你可以从工具里面选项 有一个撰写风格 把它改成9号 9号改成12号 如果太小的话 你把它改14号 这样应该比较大一点 不然看起来太不舒服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OK之后 所以环境要搞清楚 怎么把它叫出来 怎么把它关掉重开 另外的话呢 我们如果需要写一个Sub层 那个按钮就Sub了 那待会呢 我们就请Chall去帮忙 然后呢 写完之后 再贴过来 就产生了 那以前是要自己写的 OK 那还有啦 我是建议喔 你说老师那这样很简单 我什么都看不懂 没关系 或不想看 其实倒也还好啦 可是如果将来你有时间 请你还是稍微看一下 什么是什么 这里到底是这些 到底是什么作用 那其实也没有太多奇怪东西 反正第一个 只要绿色的字 单引号开头的 有没有 就是所谓的注解 那这个注解就是解释下方程式 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注解喔 在程式里面 基本上呢 不会被执行 是写给你看的 所以你说老师那我不要注解 可不可以 我完全可以 所以你要把它删掉也没关系啦 不过我是建议喔 你最好留下 而且以后可以自己补一些字 有点像你把这边当笔记一样 你可以写一些笔记 那完全要了解一下喔 底下的这一个叙述到底在做什么 反正这是你们目标 目前也许不知道 暂时没有关系 那另外还要哪一些很重要 像上面有只要DIM开头的喔 这个就是所谓的宣告变数 的一个叙述喔 那后面这个名称就是一个变数名称 S后面的话就是它的形态 所以呢 后面就是一个变数名称喔 有没有 所以它名称蛮奇怪的 有中文又有英文 这个就是它的名称 SString String的话就是一个文字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变数里面喔 我将来是要放文字的地方 所以喔 它的意思是说 反正我就产生一个 那这个变数啦 你可以理解成 记忆体里面喔 放个空间 将来可以放资料的地方 所以呢我们可以 这个区码就是把这个 那这个其实是补零 有没有 把它产生三个零的东西放进去 那这个是区码吧 然后再墨码 所以呢如果以这个地方来看 84 放进来之后 它就把它格式化成 084 放在这里 因为它是一个尺 所以这个变数里面就是放 084 那同样的下面这个的话 就是放什么 它是放那个墨码嘛 所以把7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的话呢 变007 那最后的话就是把 这一串串完之后 再丢回来有没有 丢回来哪里 就是09 11 11就是这个 然后再串一个减号 串084 再串一个减号 再串007 就是把这一串串完之后 做什么呢 丢回去给它 所以它接到之后 那它会把这个的结果 放在你目前滑鼠游标 所放的那个储存格 所以这个储存格里面呢 就会显示 最后的一个手机号码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这个如果慢慢可以看懂的话 以后如果还可以自己写 那更好 不过啦 QRGB都可以帮你写 我想暂时这个应该 比较没有需要 好 那所以请各位先 试着把 上个礼拜的重点 再稍微复习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再来看 如何产生SARP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